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 这是一个 那我们有一个双语的一个环境的话 当然就是说 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 提供国际化的一个生活环境的一个 最直接的一个方法 对 那再来的话就是我觉得 网站的双语的话 也是我们可以努力的诺调 对 然后对 在我们的网站可以加入中英文双语 好 那么这一些 好 例如这个 我们这个地方 成为一个观光的一个地方 观光的一个场地 你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双语的一个环境 好 例如我们这附近的一些公共的一个标识 好 我们的地图 我们的地名路名 我们的出版品 这些东西都可以把它变成是双语的 好 那么 有国外的游客来这里玩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 来这里是一个蛮 对他们来说蛮友善 蛮方便的一个 一个 好玩的一个地方 嗯 嗯 那近几年台湾在这一块 比如说公路上 或是那些地名啊 对 那些状况做得怎么样 嗯 对 其实这几年来 算是做得比较好的 就是说我们一些大的地方的一些路标啊 然后地名这一些地名跟路名的一个音译 嗯 都有了一个比较就是统一的一个标准 对 那我们自己未来在做双语的网站跟一些出版品的时候 其实我也会特别去注意 哦 那些专有名词的一个翻译 怎么样翻译能够跟我们的一个全国信仰做一个同意 不要自己乱翻译 嗯 那反而会让家居们很 很重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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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学界跟产业合作嘛 的 就是都要签契约 对 然后如果说这个契约合约到齐了 总是我有到齐的那一天 那就是永续发展又应该要怎么下去 就是社区在永续发展这一方 要怎么继续合作下去 对 那我目前跟陈理事长这边签订的这个产业合作案 我们是立定到明年的年初 会结案 会就是把我们的研究成果 到明年年初交出来 那这是初步的一个计划 嗯 对 那未来的话 对于这个地方的社区的一些有趣经营这个部分 我其实还是很有兴趣的 对 所以如果陈理事长这边也愿意跟风科大应用女士继续合作下去的话 我也愿意就是说 按部就班的 然后跟阶段的 看看我这边能够提供真的有什么样的一个 协助 会尽我们的力量在做 好 那我们的苏校长其实他也非常的鼓励我们学校的老师还有同学 就是要能够走出学校到社区去做一些 对 所以未来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新学合作的方式是会持续下去的 那苏校长就是认为社区就是台湾位跟台湾价值是什么 对 那因为就是透过我们去界定这个台湾位跟台湾价值 那可以把他推广让更多外国人去了解 那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轻易的把台湾位还有台湾价值推展出去 那我们说要把所谓的台湾价值推展出去 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要先看好是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台湾的一个核心价值 是我们台湾人大家所共同认同的 而且是非常好的价值值得珍惜值得传承给我们下一代的 这个价值到底是什么 你觉得呢这个价值是什么 价值 应该就是人情味吧 台湾的人情味还有所谓的文化这一块 那比如说就很多 就以大学生的观点来看好了 夜市或是美食或是旅游之类的 美食文化在韩文化这些 那这些当然是我们台湾所拥有的一个很好的东西 包含传统的文化 还有你刚刚提到的一些很美好的一些人性特质 对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 那我想从一个就是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其实我们台湾还有就是说有很多 现在在媒体上面看到的一些 比较正面的现象或比较负面的现象 其实都值得我们来思考 例如我们看到陈树菊女士 她默默的捲线 尽她自己的能力帮助很多人 那这个是人性的光辉 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价值 值得我们就说小房 对值得我们去小房 然后值得交给我们的下一代 那那次我们也看到很多负面的东西 例如像叶少爷 叶少爷这样子的一个年轻的 他们的一个很负面的一些例子 那所以总归说来台湾人的一个 我们说从早期的一个 人生社会那个时候的一个 行叹那时候的人非常的善良 非常的正直 普世 好 那进去 好 到未来我觉得未来的年轻人 他们应该要有的特质是 面对台湾不确定的未来 他们要有那个勇气 好 去挑战去面对 或者说他们要有他们自己的一个 主动交易 去让自己的一个收获环境更好 好 那这些东西当然就是说 我们要思考怎么样交好下一代 这是每个家长的责任 也是学校老师的责任 对 所以 我们希望培育一群 就是说 从幼苗开始 他们是 这个 对这个社区 对他生活环境 对他的故乡是 有热情的 有关怀的 到他长大之后 他不会变成是一个门目的年轻人 好 那这样子的一个人 长大之后在我们这个社会上 他才能够就是说 会愿意多做一些 而不是 难道自己想着 赚更多的钱 买更多的领牌 对 那这个是 我以一个老师的角度来看 对 那至于你说 把这个社区 例如比赛园这边的这个社区 如何让他推广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的话 我觉得一个最快速的 直接的方法 其实就是通过网站的去 对 例如我们的这个 观光局的网站 那我们的观光局的一个网站 因为我们这些年来 其实台湾对于观光行销台湾 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做的蛮多的 那观光局的一个网站上面 对于台湾的各大景点 各个商镇的一些特色 各个商镇的一些特色 城市 然后等等 它都有中文 英文还有日文 的一个 对 对 介绍 那所以未来就是说 如果我们顶菜园这边的一个社区 也能够有加入英文的东西进来 可以把我们英文的一个资源 英文的一个介绍做得比较详实 嗯 然后这个东西如果也可以 纳入到观光局的一个网页 嗯 那就可以让更多的外国人 透过网站的一个介绍 嗯 就可以看到我们 可以看到我们 那另外就出版品的部分 当然也是 他们有很多的出版品是放在 机场 嗯 或者是各个大 对 车站 那透过这个部分 可以纳入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管道 嗯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可以让来访的人 在 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先有机会 阅读到这里的相关的资讯 嗯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就是顺一冠老师 来跟大家分享就是 社区跟国际化接轨 以及就是社区产学合作案 以及就是推广 怎么把社区就是用双文化学的方式去推广 那我们这边谢谢顺一冠老师 谢谢 我也很有荣幸 有这个机会来到这个地方接受访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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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